今儿来番茄爬鸡腿 爬鸡腿 香茅草 这个块儿相对大一点 这种带屁股的鸡腿比较香 鸡腿是所有肉里边脂肪含量最少的 收锅 这次还是 行了 多倒点油煎鸡腿 然后鸡腿它自己会出油一会儿 鸡腿姜一下 不用浇的太厉害 基本上就是让它外边能形成水 就让它别再出太多的水 对别让它出太多的水 让它也嫩 鸡腿的汁都保存在鸡肉里面 爬这种鸡腿就需要这种豐富的油来煎鸡腿 我们这是一个三个人量的一个鸡腿 这三个儿子够能吃的 存在 火别太大 这得煎多长时间啊 把鸡腿外边煎熟 这是能看出来的鸡腿就焦黄 好 鸡汁 大鸡汁 然后我们继续用鸡腿的油炒汁 什么东西 大蒜 大蒜煸香 西红柿 好多中餐里边着火的这个外 着火的最大好处是可以烧掉多余的油 以及让菜有火了的味儿 番茄只有跟油在一起 才能把番茄的最牛逼的那种 番茄红醋 番茄红醋给勾引出来 有点 放一点番茄价 只有用油炒 番茄才能 根本上的营养全都逼出来 这时候我们往里头倒大量的香茄草 会让整个鸡翅鸡腿里边带 会让整个鸡腿里边含着大量的 清香的柠檬的味道 然后我们等番茄汁开锅 然后这菜很简单 然后鸡腿什么时候放 现在这番茄汁一开 就可以把鸡腿放进去 这时候我们基本上做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倒锅 我们会用一口铁锅来炖这个鸡腿 它的那个整个瘦肉会更均匀 然后炖起来的味道会更饱满 真不错 然后炖起来的味道 手里的味道 老板 路表面 那边炖起来要吃 来炖 dopamine 菜啊 对对对 我们速炒一个西兰花用广州的方法做南方 正经南方广州的方法做一个蒜蓉西兰花 广州人很少炖菜 他们要不就是爆炒要不就是煲汤 要不就清蒸 基本上就是这些粥 所以广东那边南方的厨子做饭的方法和北方厨子做饭的方法相对是有很大区别的 就是咱们这菜 其实实际上这种趴菜还是来自于卤菜 基本是这样 就是中国的菜系分成主要的几种是三大菜系 现在山东菜 粤菜 和这个川菜 川菜呢我个人认为是一种 怎么说呢 川菜是一种很偷懒的菜 因为辣这种东西基本上出现在贫穷地区 富裕地区很少出现辣的食物 你看那北欧 就不怎么吃辣的 你看那印度 就狂爱吃辣的 就辣这种东西基本上是还有墨西哥 你看这种穷地方发展中国家都喜欢吃辣的 然后那个富地方 什么芬兰 你还没说 发达国家 发达国家 发达国家很少吃辣 基本上我总结就是这么一个总结 就是辣菜基本上都在发展中国家出现 所以说辣菜是一种比较 怎么说呢 对于美食来说 其实辣菜不算是美食范畴 因为辣它直接就把你给麻痹了 你根本都不知道你在吃的是什么 记录工作就全进去了 有点糊弄的 对但实际上就玩的比较高级的是粤菜 是本味就是蒸就是煮 然后就是爆炒全都吃菜的本味 所以你看广州就偏富裕点 让他那边接着咕嘟去 对 这是一个标准的广东菜 广东菜最重要的就是锅要滑 怎么讲 锅一定要滑 基本上看锅看上冒烟 就差不多了 然后我们下油 大蒜 大蒜 这个大蒜煸的不要太固 稍微煸出香味就行 西冷花 现在图师如果还是练 基本功还是得煸沙子 对啊 煸沙子滑锅 加蚝油 这是要起锅的转发 快准备要起锅了 现在我们家的这个是鱼露 这是炒南方菜最重要的一个调料 但这东西不是个健康啊 炒锅点 玉咸 鱼露和 蚝油 这使用一定要是银出锅钱就使用 时间一长就马上没味儿 变成光鲜了 好了 这道菜就完成了 好 速炒西兰花 看铁锅的牛逼之术就在这个出锅以后 它继续会孤独 孤独很长时间 也就是说你吃的时候还保持一定的热量 好了开饭 吃慢点啊 牛逼牛逼牛逼 吃吃吃吃吃吃 先吃 真饿了 真饿了 吃什么都会觉得香 对 拿手吃 真是 你娘 你娘